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近年积极前往海外设厂,并获得新厂所在国家地区大量补贴。 台积电财报资料显示,2023年,从中国及日本官方获得的补助款达475.45亿元新台币,年增幅高达5.74倍,后续仍有望从日本政府取得加码补贴,以及美国及德国政府新补贴。 台积电指出,日本、中国官方提供的补助款,主要用于补贴台积电,取得不动产,建制厂房级购置设备等相关成本,当中也包含兴建厂房级生产营运的部分补贴费用。 此外,先前延宕的台积电美国亚利桑纳州一厂,预计2025年进入量产,预期后续有机会取得美国政府补贴建厂。 一届认为,若美国政府决议大手笔补贴台积电,渴望让台积电提升建设后续新厂的意愿。 不过,台积电一座晶圆厂的兴建及设备等相关建制成本都高达100亿美元左右,若未先进制成厂区,更将远高于这个数字。 因此,各国政府寄出的补贴方案对台积电而言,仅是降低成本,后续营运成本,及所需缴交的税金,才是台积电未来海外布局面临的重大挑战。 竞争对手方面,Intel 18A制程是英特尔于2021年制定的四年实现五个工艺制程节点计划的最后一个节点,也是英特尔多年晶圆制造经验和数十亿美元研发的捷径。 按照英特尔公布的量产时间,英特尔将通过该制程,超越竞争对手台积电和三星。 近日,英特尔执行长帕特基辛格日前接受了Anamtech采访。 记者提问称,英特尔整个公司押注下个先进制程是否仍正确。 基辛格回应称,他确实将公司未来都押注于Intel 18A成功,引起现场人员惊讶。 基辛格进一步补充称,四年五个节点当中,一些制程将会长期与Intel 18A共存,包括既适用于伺服器CPU的Intel 3及Intel 18A升级版。 同时还将与高塔半导体和联电合作生产成熟制程,英特尔新墨西哥州新厂还向发力代工先进封装。 换句话说,尽管Intel 18A未来可能将会是英特尔代工业务的主要营收来源,但仍会有许多其他营收来源。 虽然目前Intel 18A尚未成功量产,但是在此之前,英特尔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 比如,2023年4月,英特尔宣布与ARM达成协议,将基于Intel 18A打造客制化SOC。 2023年7月中旬,英特尔宣布,作为美国国防部,快速保障微电子原型商业计划RAMP-C计划第二阶段的一部分, 英特尔代工服务事业部将新增两位客户,波音、Boeing和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 2023年7月下旬,英特尔又宣布,将与瑞典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合作,将利用其Intel 18A制程,为爱立信制造客制化5G SOC片上系统, 为未来其5G基础设施打造高度差异化的领先产品。 2024年2月22日,在英特尔IFS Direct Connect活动上,微软宣布计划采用Intel 18A制程节点, 生产其设计的一款晶片。 另外,在之前的2023财年第四季财报会议上,基辛格透露,Intel 20A和Intel 18A都将在今年就绪。 作为首家,将GAA电晶体和背面供电技术同时纳入单个工艺制程节点的公司, 其背面供电技术Backside Power Delivery更是领先竞争对手两年。 其中,Intel首个基于Intel 20A工艺AeroLake处理器将于今年推出。 Intel 18A预计将在2024年下半年实现制造就绪。 目前,Intel第一个基于Intel 18A工艺的四伏器处理器Clearwater Forest已经进入晶圆厂, 面向客户端的基于Intel 18A制程的Panther Lake处理器也很快将进入晶圆厂。 面对Intel频频放出豪言挑衅,台积电高雄厂从原先成熟制程28奈米, 变更为先进制程2奈米。 台湾环保团体地球公民基金会3月上旬指出, 年用电量将提升至37亿度, 占2023年高雄市总用电量12%, 光是变更制程所增加的用电量, 换算至少需22座大巨弹涂射屋顶型太阳能才能弥足。 用水方面, 地球公民基金会表示, 台积电高雄厂每日平均用水量则从33000立方米每天增加至43000立方米每天, 增幅约为30%。 因此,地球公民基金会几乎台积电依据自身2040年100%使用再生能源的承诺, 而依100英提出至少10年, 每年10%的温室气体增量、抵换及七成评估。 另外,通过使用高雄在地与周边林里小区之再生能源, 带动高雄绿能与电厂发展。 以实际行动,落实台队高雄市与企业自身的检探目标, 更结合企业ESG成为地方的好邻居。 为此,台湾高雄市行政部门于3月上旬召开 男子产业园区设置计划环境影响差异分析报告第二次出审会议, 顺利通过台积电2奈米晶圆代工厂环境报告。 高雄市相关部门强调,将保证未来水电供应问题, 同时台积电陨落达成各界要求, 预计2040年实现100%清洁能源。 台积电高雄男子建厂计划此前经过变更, 变更后提升至更先进的2奈米制成, 因制造复杂度、精密度提升, 晶片生产所需的清洁次数增加, 因而用水、用电量增加。 根据最新修改的环境报告, 每日用水量由原先的3.3万吨增加至4.3万吨, 顺时用电功率由38万7868千瓦, 增加至42万1273千瓦。 年用电量约37亿度, 月占2023年高雄市用电量的12%增幅约9%。 此外,工厂污水排放量由每日2.5万吨增加至3万吨, 但符合原方案水质耐管限制, 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也增加6%。 当地有关部门强调, 台积电应将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进程提前。 2030年, 实现清洁能源使用占比60%, 此外,生产制程100%使用再生水, 不排挤泥生用水。 高雄市环保部门表示, 环境影响差异分析报告, 建议审核修正通过, 应于3月底前提送修正报告, 收到报告后最快两周后召开环评大会。 高雄市同时表示, 当地持续多元化开发水资源, 每日净流水、再生水、海水淡化等可供应226万吨, 足以提供高雄市每日150万吨的常态用水量。 此外,正在兴建南子与桥头两座再生水厂, 每日可提供10.5万吨水, 足以满足台积电100%再生水的生产需求。 台积电高雄2奈米先进制成工厂计划于2025年量产, 目前建设工程持续进行中, 预计2025年圆区将创造1500个就业岗位, 提供每年1576亿元新台币产值。 届时可以看看英特尔的英特尔20A和英特尔18A工艺该怎么应对。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 谢谢。 请不吝点赞,